童馨嫁给了一个迪拜男人 后来童馨才知道 自己是她的第三个老婆 木已成舟 童馨只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可她的迪拜老公 身上还藏着更恐怖的秘密 这场跨国婚姻 差点要了童馨的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红梅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被骗婚到迪拜 我叫童馨 是个幼儿园老师 跟孩子打交道的我 过得简单而快乐 一天下班回家 遇到一个外国男人向我问路 他叫雷诺 是一位来自迪拜的游客 我正好没什么事 就送了他一程 这是个很绅士的男人 汉语说得也不错 他表示很喜欢中国 还计划以后来中国做生意 分开的时候 他跟我要了联系方式 说下次迷路的话 方便再找我求助 那之后他经常打来电话 以各种借口约我出去 我也没有多想 总是耐心地为他答疑解惑 起料这个家伙 竟然醉翁之意不再久 一天晚上 他突然向我表白 说对我一见钟情 请求我做他的女朋友 听了他的话 我顿时猛了 传统教育下长大的我 从未想过会有什么异国恋情 所以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 可他不肯罢休 对我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甚至找到我上班的地方 搞得我尴尬无比 后来 他回到了迪拜 我以为就此摆脱他了 可他依然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碰到我心情不好 还搜长瓜肚地讲笑话逗我 不知不觉的 这男人走进了我的心里 半年后 雷诺再次来到中国 这一次 他是来向我求婚的 如果有个像迪拜王子 哈曼丹那样 既英俊又痴情的男人 向你求婚 你会不会动心 我动心了 但是 我又有些抗拒 因为我听说 迪拜是依附多妻的婚姻制度 童心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再娶其他女子 你会是我此生唯一的妻子 雷诺吻着我的手 韩晴默默地对我说 他的眼睛幽黑深邃 透出某种神秘的力量 让我情不自禁地陷了进去 无法自拔 提到迪拜 你会想到什么呢 有钱 毫无人性 ATM机能土黄金 出租车都是 兰博基尼马沙拉蒂 连跳广场舞的大妈都会这样唱 当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丢到迪拜捡垃圾 在人们的想象中 迪拜是一个富得流油的人间天堂 也包括我 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好奇和憧憬 婚后 我跟着雷诺来到了迪拜 这里的一切 都让我目眩神迷 而雷诺的富有 也令我目瞪口呆 来接机的车 是价值千万的布加迪威龙 她的家更是豪华无比 是一座顶级的城堡式庄园 就连她养的狗 都是百万起步 这一刻 我觉得自己就是现实版的灰姑娘 但是 灰姑娘的美梦 很快就破碎了 因为那座庄园里 已经住进了两位女主人 原来 雷诺早就结婚了 而且娶了两位妻子 生了好几个孩子 她骗了我 在决定跟雷诺交往时 闺蜜苗倩就劝我要慎重 跨国婚姻 不确定的因素太多 据说有个女大学生 就被一个非洲黑人给骗了 她声称自己是酋长的儿子 家里还有矿 可到那边一看 全都是假的 不仅如此 还早就娶了两个老婆 我当时是怎么说的呢 我相信雷诺 她不是那种人 呵 打脸来的就是这么快 我狠狠甩了雷诺一耳光 夺过行李箱 就往外走 她慌忙拦住我 童心 我是骗了你 可我那么做 都是因为爱你 你所谓的爱 就是欺骗和伤害 我那么信任你 为了你甘愿被井离乡 真是万万没想到 你会这样对我 我失声痛哭 雷诺 你就是个混蛋 你先冷静下来 听我解释好不好 她说 第一个妻子海伦 是她的表妹 纯粹是家族利益的联姻 海伦比雷诺小三岁 婚后一直不孕 为了传宗接代 又娶了第二个妻子 莎拉 莎拉也是一位贵族千金 婚后为她生育了二子二女 她俩都是父母安排的 你才是我的真爱 只有和你在一起 我才会感受到心脏的跳动 我想永远守着你 一直到白头 我还想跟你生孩子 不管男孩女孩 我都会把他们捧在手心里疼爱 因为他们才是爱情的结晶 雷诺生情并茂地挽留我 她那样一个骄傲如王子的人 能为了我这样低声下气 说不震撼是假的 我犹豫了 答应考虑一下 她送我去休息 那是一栋独立的小楼 显然是为我准备的婚房 里面的一切都美轮美奂 就像是公主的寝宫 可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下长大的我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自己会嫁给一个妻妾成群的男人 跟别的女人分享自己的丈夫 这种生活我想都不敢想 但是现在 残酷的事实就摆在面前 怎么办 我的确很爱雷诺 但我无法容忍她的欺骗 如果我早知道她有妻子 绝对不会跟她有什么发展 现在回头 还来得及吗 一开始 父母是反对我外嫁的 怕我一个人在一国他乡 被欺负受委屈 可在我的坚持下 他们还是妥协了 现在这种情况 叫我怎么面对他们 而且 所有人都知道 我嫁了个迪拜的高富帅 如果灰溜溜地回去了 他们会怎么看我 我承认 我是个有虚荣心的女人 从云端坠入深渊的落差 我可能无法坦然接受 一整天 我水米未尽 仆人把饭菜送进来 又完整地端走了 晚上 雷诺过来看我 我告诉她 我可以留下来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在我之后 你不可以再娶 她答应了 保证我是她最后的女人 我依偎着她 却满心满肺的悲凉 这个男人 打碎了我对爱情的所有幻想 然而 我已经没了退路 第二天 雷诺带我去度蜜月 住最好的酒店 看最美的风景 总之把我哄得很开心 让我暂时忘掉了烦恼 十天后 我们回到了庄园 而我的双脚 也踏回了现实的地面 当天晚上 是我来到这里后的第一次家宴 桌上摆满了美味真修 但我全无胃口 这种妻妾同堂的画面 让我想到了 大红灯笼高高挂那部电影 大老婆二老婆都矜持有礼 表现出良好的教养 但我不相信 他们会真的欢迎我的到来 雷诺给我加了菜 又分别加给了大老婆和二老婆 在一夫多妻的迪拜 男人最多可以娶四个老婆 但是有个规定 男人必须得对几位老婆一视同仁 无论是金钱上 还是物质上 雷诺的行为 无疑践行了这一点 看着他周旋于三个女人之间的样子 我感到实在有些讽刺 饭后 雷诺把我送回了房间 然后他拉着我的手 满怀歉意地告诉我 按照规定 他今晚要去大老婆那里了 三个老婆 每个老婆十天 也就是说一个月内 他只有十天属于我 其余的时间里 我只能独守空房 我不愿意 但我没有办法 既然留了下来 就只能遵循这里的规矩 这个晚上 我久久难以成眠 一想到自己的丈夫正跟别的女人缠眠 我就心痛得要死 第二天早上 仆人来请我用餐 我犹豫了半天 还是打起精神去了 这顿早餐 我吃的五味杂陈 他们三个倒是谈笑风生 显然习惯了这种生活模式 饭后 雷诺要去公司了 我和海伦 沙拉站在门口 恭敬地送他离开 望着他远去的车子 我的心情无比复杂 一转身 迎上两对异样的目光 三个女人面面相去 气氛有些尴尬 迪拜 还有个规定 本地男人娶的第一个妻子也必须是本地人 而且不管后面再娶几个 第一个妻子的地位最高 雷诺的第一个妻子海伦 出身非常高贵 从小就接受了顶级教育 还在英国的牛津留过学 在阿拉伯国家 女性是没有婚姻自主权的 至于结婚的对象 都是由父亲做主 为了保证家族血统的纯正 大多是同宗同源的唐表兄弟 即使王室公主 也同样如此 迪拜公主拉蒂法 为了摆脱被安排的命运 曾经两度出逃 但都失败了 她曾经这样形容自己 就像住在镀金的监牢里 有人拼命想要逃出去 也有人不顾一切地闯进来 后来我才知道 自己的决定是多么的愚蠢 海伦送了我一个见面里 是一件黑色的阿拉伯长袍 我知道 她这是在提醒我入乡随俗 阿拉伯国家信奉的是伊斯兰教 在伊斯兰教的教义里 女子婚后不能抛头露面 更不能随意暴露身体 所以女性出门 都要穿长袍蒙黑纱 不管天气多热 都要将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 古兰经理说了 除了眼睛 其他部位都是私处 而私处自然是不能给别人看的 当我穿上那件黑袍时 我才真切地意识到 自己嫁到了这个陌生的国度 成了一个男人的小老婆 既来之则安之 我带上一本汉译古兰经 去花园里研读 为了嫁给雷诺 我成为了一名穆斯林 迪拜是一个男权主义的国家 女人对男人要绝对地服从 丈夫信奉伊斯兰教 妻子也必须一样 我在诵经的时候 沙拉的几个孩子就在附近玩耍 他们悄悄地打量着我 对我这个闯入者感到好奇 后来 我的头被他们的球砸中 我看得出来 他们是故意的 但我还是忍着痛 把球捡起来还给了他们 那个最大的孩子接过球 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 知道吗 你很快也会滚蛋的 就跟妮娜一样 她说的是英文 我基本上能听得懂 我想问妮娜是谁 她已经拿着球跑开了 晚上雷诺回来 我把这件事跟她说了 妮娜 她一争 随后摊了摊手 一个不听话的女佣 我把她吵掉了 所以在那些孩子的眼里 我就跟一个女佣差不多 我的心 陡然被刺痛了 雷诺安慰了我一会儿 又把孩子们叫过来 训斥了一顿 让他们以后要尊重我 不得再有冒犯我的事情发生 见她这么维护我 我总算是怀了一点 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天后 终于迎来了 属于我的那十天 晚上 我精心准备了几样中国小菜 还特意点起了香薰蜡烛 期待跟我的丈夫 来一个浪漫的烛光晚餐 看到我准备的这些 雷诺又惊喜又感动 童心 对不起 她走过来拥着我 充满歉意地说 如果有可能 我真想天天都守着你 她温爱的怀抱 抚平了我心中的怨怼 别说了 我不怪你 要怪就怪我们认识的太晚了 那个晚上 雷诺对我特别温柔 而我沉醉其中 忘乎所以 那之后 我学会了催眠自己 至少在这十天里 她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 快乐的时光 总是那么短暂 十天后 雷诺又去了其他女人的怀抱 我把所有的不甘和嫉妒 都裹进那件黑色的长袍里 银人 已经成了我的习惯 待在家里太闷了 我想要出去找个工作 可雷诺一听 当即就否决了 迪拜的女性 婚后就不会再出去了 况且 你的签证也不允许 她甩过来一张银行卡 要是无聊 就去shopping吧 于是这天 我带上银行卡出门 不料一到门口 就被仆人拦住了 你要出去的话 得经过先生的允许 这是迪拜的另一个规矩 未经丈夫允许 妻子不能擅自出门 我只好打电话给雷诺 雷诺给我安排了车子女佣 随我一起出行 我走到哪里 他们就跟到哪里 时刻紧盯着我 就好像我是个犯人 我一赌气 买了一堆名牌衣服 付完账才想起来 自己好像没什么机会穿 在这里 黑袍面纱是标配 我打电话跟苗倩吐槽 她表示同情 三里不同风 十里不同俗 何况你这还是跨国婚姻呢 当初我听你的话就好了 我不禁感慨道 后悔了 她敏感地问 是不是 那个雷诺对你不好 不 她对我很好 我慌忙说 我就是有些住不惯 对你好就行 其他的都可以慢慢适应 苗倩松了口气 说真的 我一直都很为你担心 中东国家对女性的态度不太友好 你一个人在那里 要是被欺负了怎么办 呵呵 不会的 我笑 猴奸擒着一缕酸味 雷诺已有两个妻子的事 我一直都没有告诉她 她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骂我脑子被驴踢了 曾经 我也是个多么骄傲的人啊 就因为一场爱情 把自己搞得面目全非 我看不起现在的自己 却又无力改变 这条路是自己选的 再苦再难 也只能咬着牙往前走 这天 我又在花园里发呆 雷诺突然从外面回来了 怒冲冲地去了海伦那里 不久后 里面就传出了凄厉的叫声 显然 海伦被她揍了 那可是地位尊贵的大老婆啊 怎么会这样 仆人们都给震慑住了 沙拉也搂紧孩子 不敢滋生 没有人敢过去查看究竟 生怕殃及吃鱼 海伦叫得越来越惨 也越来越虚弱 我实在忍不住了 于是鼓起勇气闯了进去 眼前的一幕 令我狠狠地吸了口冷气 只见雷诺拿着一根皮鞭 疯狂地抽打着海伦 海伦不敢反抗 只是抱头承受着 就像一只被逼至绝境的迷路 眸光里尽是恐惧和绝望 这是犯了什么罪 要被这样惩罚 我冲过去 助手 不要再打了 滚 雷诺抬起一脚 把我给踹倒了 我的头撞到桌子上 顿时也冒金星 显然 他已经打红了眼 此刻的他 就像一头发狂的狮子 须发皆张 面目猙獰 一尘不染的白袍子上 溅满了斑斑血迹 认识了这么久 还是头一次见到他这个样子 原来 他发起火来 是这么可怕 我再次冲过去 抓住他挥出的皮鞭 雷诺 你想打死他吗 他是你的妻子 不是你的仇人 雷诺瞪了我一眼 丢下皮鞭走了出去 我从地上掺起海伦 查看他的伤势 海伦却冷冷地推开我 自己蹒跚着走了进去 即使遍体鳞伤 他也努力维持着 那种贵族的矜持 我早就听说 中东女性被家暴 是很正常的事情 却从来没有想到 她竟然离我这么近 原来 雷诺也未能例外 我望着海伦的背影 心中有种误伤其类之感 会不会有一天 雷诺也这样对我呢 这件事之后 家里的气压一直很低 仆人们都轻手轻脚的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连我见了雷诺 都紧张得秉升吸气 没有人敢问他 那天为什么发火 这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海伦养了很久的伤 雷诺也多出了一些时间陪我 可是我并没有多么高兴 最近这段时间 我对雷诺的感觉 发生了变化 除了家暴海伦的事 还因为 她在床上的某些举动 怎么说呢 她让我很不舒服 我不拒绝尝试新事物 但要在不伤害自己的前提下 而现在 她的要求越来越过分了 有时会把我弄得很痛 却依旧我行我素 那时的她 让我感到很陌生 仿佛她的屈窍里 住进了另一个人 渐渐的 我开始有点触她了 因为我不知道 她还会对我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来 一天 有只耳环滚到了床下 我俯身去捡 意外发现了一封信 有人将这封信 用胶带固定在了床板下 谁会把信藏在这里呢 我好奇不已 我撕开交代 把信拿了出来 信里的内容 是用中文写的 开篇的第一句 就把我吓了一跳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 就说明我已经不再认识了 什么情况 而下面的那句 也是非常奇怪 我是妮娜 这里的上一任住客 妮娜 那个被炒掉的女佣 以她的身份 怎么会住在这里 我争了争 接着往下看 妮娜说 她是个中国人 偶然邂逅了雷诺 便坠入了情网 不顾家人的反对 执意嫁到了迪拜 她也是到了迪拜后 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但这个时候 后悔也晚了 就这样 她成了雷诺的第三个老婆 看到这里 我不禁大吃一惊 这个叫妮娜的女子 竟然是雷诺的第三个老婆 为什么雷诺要对我撒谎 说她是个女佣呢 我继续往后看 刚嫁过来时 雷诺对我很好 我还真的以为 她是爱我的 后来我才知道 那只是她的伪装 雷诺心里变态 以虐待女人为乐 前两个妻子都是本地贵族 她多少有些顾忌 所以就描上了我 把我骗到了这里 我一个外国人 在这里无依无靠 就算被弄死了 也不会有人为我出头 她没收了我的护照和手机 切断了我跟外面的联系 这栋小楼看起来很美 与我来说却是地狱 更过分的是 她还会逼我去那种 可怕的多人派对 我又一次目瞪口呆 妮娜笔下的雷诺 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吗 我试图逃走 但是失败了 我被抓回来 遭到了可怕的惩罚 她甚至拿起钳子 一个一个地拔掉了我的指甲 食指连心 你知道那种痛吗 我知道 我逃不掉了 迟早有一天 我会死在她的手里 而她 又会去寻找新的猎物 我写下这封信 就是想让人知道 在这栋房子里 都曾经发生过什么 雷诺 她就是个披着人皮的恶魔 看完了信 我脑瓜子嗡嗡的 信里的这些内容 完全颠覆了我的三观 回过神来后 我第一时间去翻护照 还好 她还在 转念一想 又觉得有点可笑 为了一封来历不明的信 搞得自己疑神疑鬼 这个叫妮娜的女人 到底什么来历 她在信里说的这些 有可能是真的吗 我想了想 去找沙拉的孩子打听 你上次提到的妮娜 她去哪里了 她被爸爸送走了 送走 送去了哪里 妈妈说 她去见真主安拉了 我要离开这里 不管真相是什么 我都不想继续待下去了 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已经击溃了我的信心 万一真像妮娜说的那样 护照被扣了呢 到那个时候 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于是我跟雷诺申请去shopping 为了不引起怀疑 出来时我什么行李都没带 到了商场 我躲进洗手间里 换了一身提前准备好的装束 甩掉了监视我的女佣和司机 脱身后 立刻打车赶去了机场 我坐在出租车上 内心激动无比 本想给苗倩打个电话 想了想又算了 很多是电话里说不清楚 还让她为我担心 还是等回去了后 再找她好好聊吧 眼看机场越来越近了 出租车忽然被人逼停 几个男人拉开车门 把我给拽了出去 又把一个黑布袋 往我头上一套 塞进他们车里拉走了 我吓坏了 不知道这些都是什么人 我试图跟他们交流 却换来一顿训斥 有人还不耐烦地踹了我一脚 吓得我不敢再滋生了 行驶了一段时间 车子停了下来 他们拎起我 丢进了一间屋子里 黑布袋撤走后 我顿时傻眼了 天 我被带回了那个熟悉的地方 然后 我看到了雷诺 他坐在椅子上 脸色铁青 而我的手机和护照 都放在他的面前 原来 那些都是他的人 奇怪的是 他怎么会知道我的行动路线 莫非 他在我身上装了定位装置 说 为什么要逃走 雷诺垂眸 冷冷地望着我 他的脸一半在光线里 一半在阴影里 半明半昧 难以琢磨 他像个居高临下的刑训者 而我就是那个被刑训的犯人 不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颤声道 我跟家里通了个电话 听说我妈病了 我一着急 于是就 他拿起我的手机 查看着上面的通话记录 你家的号码在哪里 可能误删了 撒谎 他将手机砸了过来 我躲闪不及 额头被击中 随后手机掉在地上 给摔烂了 我捂着堂血的头 惊慌失措 他却目光冰冷 没有半分的怜惜 这个男人 此刻看起来异常的陌生 陌生的叫人害怕 听说你又在打听那个女人了 她腻了我一眼 既然你那么好奇 我就告诉你吧 在你之前 这里住的就是那个女人 她跟你一样 也来自中国 呵呵 我就是喜欢你们中国女人 皮肤光滑细腻 摸起来就像绸缎一样 你那很漂亮 就是太不听话了 一条不听话的狗 当然要受到惩罚了 你 你把她怎么了 我不安地问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她笑笑 嘴角擒着阴寒的邪恶 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在这里 我就是你的主人 你只有无条件地服从我 才会过上好日子 否则的话 你的下场会很惨 雷诺 我妈真的病了 我抱着胳膊 全身都在发抖 现在 我已经完全相信那封信了 求求你 放我回去吧 面前的这个男人 就是个丧心病狂的恶魔 而我跟妮娜一样 都是被她选中的猎物 放你回去 恐怕不行哦 我费了多大的劲 才把你搞过来的 好戏 才刚刚开始呢 雷诺放下交叉的长腿 从椅子上站起来 装了那么久情圣 真的很腻了 也是时候 让你认识一下 真正的我了 她用修长精致的手指 拿起了一根皮鞭 那根 曾经打在海伦身上的皮鞭 然后转过身 坏笑着 朝我走了过来 我吓坏了 跳起来往外跑 刷 脑后袭来一股寒风 伴随着钻心的剧痛 我一头栽倒 妮娜所说的地狱 我终于见到了 撕下了画皮的雷诺 露出了隐藏很久的獠牙 最后 是仆人把我抬出去的 我的全身上下 都布满了惨不忍睹的伤痕 仆人娴熟地为我敷药 显然对此 驾轻就熟 我 成了第二个妮娜 那天之后 雷诺彻底卸下了伪装 以至于一见到她 我就吓得面无人色 我也想过逃走 但根本不行 四周都是高高的围墙 门口还有彪汉的保镖把手 没有人知道 我多想变成一只鸟 历驾好久没来了 胃口也有些变了 我将女佣搞来验孕纸 一侧是怀上了 我摸着肚子 心乱如麻 我不知道 雷诺会不会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 犹豫了好几天 我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她 打掉 她面无表情地丢来两个字 为什么 我惊叫 你说过的 这是我们的爱情结晶 她冷讽的阳谋 到现在 你还活在童话世界里呀 对我来说 你就是个玩物而已 给我生孩子 你也配 孩子 当天晚上就没了 雷诺弄来了药 逼着我吃了下去 那之后 我算是彻底认清了自己的位置 没错 我就是她的一个玩物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每天都如同行尸走肉 我日渐消瘦形容枯稿 仿佛一阵风就能把我刮倒 而雷诺 也不怎么来找我了 或许是我身上的骨头 把她个疼了吧 这天晚上 她稀罕地出现了 让我换上一件性感的晚礼服 陪她去一个派对 派对 不会是妮娜说的那种吧 我非常害怕 想用不舒服来拒绝 可她根本不听 吩咐仆人给我梳妆打扮 最后 我还是被带去了那里 那是一个奢华的高级会所 火树银花金碧辉煌 可在我的眼里 她就是一个恐怖的食人魔窟 我使劲扣住门口的柱子 苦苦哀求雷诺放过我 但她无动于衷 叫随从把我粗暴地拽了进去 果然被我猜中了 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派对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是我此生中最最恐怖的噩梦 当我清醒过来时 已经回到了那栋小楼 我冲进浴室里 一遍遍地冲刷着自己 可我心里很清楚 再多的水都洗不掉身上的污垢了 这一刻 我无比地痛恨自己 为什么要爱上这个男人 为什么要嫁到这个鬼地方来 我穿好衣服 带着一把刀去找雷诺 我决定了 我要跟这个恶魔同归于尽 可是 我想得太天真了 她飞起一脚 把我踹出去好远 臭女人 竟敢对我动手 雷诺捡起地上的刀 脸色阴森恐怖 而我 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 我扬起眸 绝望地望着她 雷诺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遇上了你 你杀了我吧 感谢你的成全 雷诺瞪了我一会儿 唇角轻钩 呵呵 你就那么恨我 好吧 我可以放过你 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那个闺蜜不错 劝她嫁给我怎么样 你说什么 苗倩 我想要她 她一字一顿 你回去 换她来 我震惊失语 这混蛋 竟然打起了苗倩的主意 怎么 不行 她冷腻着我 我咬着牙 努力挤出一个笑 我试试吧 于是 她把手机递给了我 她要我当着她的面 给苗倩打电话 我假装顺从 拨通了苗倩的号码 倩倩 救救我 雷诺把我囚禁了 她就是个恶魔 雷诺狂怒 一巴掌打掉了手机 随后把我摁在地上 劈头盖脸一阵毒打 我吐了很多血 血里还泡着一颗牙齿 这一次 我又躺了好几天 仆人们都不怎么理我了 让我躺在那里 自生自灭 恍惚中 我似乎看到了妮娜 她漂浮在床前 悲悯地望着我 我想 我很快就会去找她了 这天 雷诺突然过来了 她站在门口 阴阳怪气地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的好闺蜜来看你了 苗倩 我一惊 她怎么会来的 你对她做了什么 是你的那个电话 把她给引来的 她冷讽地耸耸肩 跟她一起来的 还有你们领事馆的人 我会让你去见他们 但你必须得按我说的做 不然的话 你闺蜜休想活着离开迪拜 别试图挑衅我 你会后悔的 她的眼神像是脆了毒的利忍 令我狠狠地打了个冷战 因为一个电话 苗倩就奔赴万里过来找我 这份友情 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我怎能忍心 害她命丧一香 我沐浴更衣 又化了一个妆 可再多的粉 都填不平我陷进去的眼窝 天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苗倩见到我 顿时惊呆了 水土不服 吃不惯这里的饭菜 我笑笑 你怎么突然跑来了 不会是被那个电话吓到了吧 真对不起 那天是我开的一个玩笑 玩笑 苗倩显然不信 雷诺 能请你回避一下吗 我跟童心 好久不见了 想要单独聊聊 我们也有点事 想找童心 了解一下情况 领事馆的人负贺道 恐怕不行呢 一袭白袍的雷诺 表演着她优雅的绅士范 我太太最近身体欠佳 医生禁止她过分劳神 说完 丢来了一个眼色 是啊 我最近不太舒服 我慌忙配合 倩倩 谢谢你来看我 放心吧 我在这里好好的 你看你 还麻烦领事馆的人 你们都请回去吧 我真的没事 仆人扶我进去了 一转身 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这 或许是我跟苗倩的最后一面了 苗倩和领事馆的人离开了 我也失去了一次 难得的逃生机会 但是 我不后悔 我关门洛锁 走进了浴室里 放上一缸温水 把自己泡了进去 然后取出准备好的刀片 在左手腕上接连划了几刀 我太瘦了 几乎皮包骨 所以没怎么用力 就皮破血流 看着从身体里窜出来的血 我竟然没有感到疼痛 快了 很快就能解脱了 这个时候 海伦突然闯了进来 他叫人把我从水里捞出来 又把我受伤的手腕包好 我就像个没了灵魂的布偶 随便他们摆布 最后 他禀退了仆人 知道吗 你真的好傻 只有活下去 才会有希望 希望我有吗 有 他望着我 眼里一光闪烁 刚才 我跟你朋友取得了联系 我会想办法 把你从这里带出去 真的吗 你真的要带我出去 我半信半疑 明天上午 你扮成女佣跟我走 我走了你怎么办 雷诺不会放过你的 没事 最多是挨顿打 他不敢打死我 但你留在这里 肯定活不成 我瞪着他 心里有一万个不解 为什么帮我 他扬眸 冲我笑了笑 那天 你不是也帮我了吗 在海伦的帮助下 我顺利地逃了出来 以海伦的身份 没人会怀疑他 况且 女佣也都蒙着脸 不仔细看的话 也分不清谁是谁 驶离庄园后 海伦放下了后座隔屏 这样的话 司机就听不到我们说话了 他打开包 从里面取出我的护照 很幸运 我把这个给你找到了 你带上他 快点离开这里吧 我接过护照 热泪盈眶 海伦 太谢谢你了 他没有说什么 只是漠然地望着窗外 一会儿后 他轻声说道 其实 我也很想离开那个家 我并不感到意外 谁会想 待在那样的家里 我在英国留学时 认识了一个 很好的男孩子 他继续说着 用梦一般的语气 我很喜欢他 他也很喜欢我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特别开心 前些天 他来找我了 想要带我走 前些天 是家暴的那天吗 他跟男孩见面 所以激怒了雷诺 后来呢 我拒绝了 他垂眸 自嘲地笑笑 知道我最佩服谁吗 拉蒂法公主 因为 他比我有勇气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是握住了他的手 他的手很凉 很凉 到了约定的地点 苗倩已经等在了那里 下了车 我回头望着车内的海伦 他的脸照在黑袍里 显得异常苍白 海伦 我突然冲过去 为什么不试试呢 每个人只能活一次 他争了争 轻轻合上了车窗 他将他自己 关在了那个世界里 车子载着他离去了 我站在尾气里发呆 想什么呢 苗倩走过来 我真庆幸 不是生在这个地方 我感慨到 也不知道是谁 当初哭着喊着非要来的 苗倩生气地说 你呀 就是自作自受 迪拜 这座纸醉金迷的城市 吸引着无数的外来者 但巨大的诱惑后面 往往隐藏着可怕的黑暗和罪恶 命运的馈赠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我站在比刀子还要毒辣的日头里 长长地叹了口气 哎 真像是一场梦 未免夜长梦多 我俩迅速赶往机场 苗倩已经计算好时间 提前准备了机票 一路上 我提心吊胆 生怕再像上次那样 被雷诺的人追上来 直到飞机起飞 我才终于相信 自己是真的逃出来了 我转过身 抱住苗倩嚎啕大哭 我带着一身的伤痕和疲惫 回到了魂牵梦营的家乡 父母听说了我的遭遇 都心如刀脚 但不管怎样 我总算是活着回来了 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对于我的出逃 雷诺很是愤怒 扬言要告我骗婚罪 让我付出代价 骗婚罪 到底谁骗了谁啊 这个男人的无耻 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 不过 这场离婚官司并没有打多久 因为没过多久 雷诺就死掉了 他是被人枪杀的 那天晚上 他出席了一个晚宴 有个男人突然跳出来 冲他连开三枪 三枪都射中胸口 雷诺弃绝当场 凶手是个中国人 他有个女儿 叫妮娜 妮娜的那封信上 留了家人的电话 他希望有人能够将真相 告诉他的家人 于是回国后 我就跟妮娜的家人联系了 雷诺说 妮娜是病死的 他们一直都信以为真 得知真相后 顿时崩溃了 妮娜的父亲一边哭一边说 一定要为女儿报仇 然后 他真的这么做了 雷诺死了 婚姻关系就自动解除了 我卸下重负 好好休息了一阵子 后来在苗倩的帮助下 又找到了一份工作 风雨过后 我的生活渐渐回到了正轨 可是妮娜 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 那个可怜的女孩 因为一场所谓的爱情 让自己陷入深渊 万劫不复 我鼓起勇气 说出自己的故事 是想通过自身的经历 提醒那些年轻单纯的女孩们 爱情是美好的 人心却是莫测的 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时 一定要擦亮眼睛 浪漫鲜花的下面 也许藏着可怕的陷阱 现实不是爽闻 没有逆袭才是常态 所以我们的每一步 都必须小心谨慎 因为人生没有后悔药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本期主播红梅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